網路時代讓許多數人都可以變成紅人製造話題,但爆紅的背後也會有代價。 當生活被搬到檯面上,你的一舉一動都被上千上百的人盯著看。 今天要帶你來看涉及Youtube的詭異味解謎案。 但在我們影片開始以前,如果你喜歡正式按建議影片方式呈現,可以訂閱頻道,開啟小鈴鐺,才不會錯過新影片喔! 第三,好朋友 Nikolas Sander-Regeg,一名舞者,在Youtube上有一點追蹤者,但他在2018年9月卻離奇失蹤了。 他之所以會紅的原因是因為他曾經在知名探險頻道上客傳過。 他住在加州的索爾頓城,這個城市已經老舊無整理,所以有許多荒廢建築物,也因為如此跟探險頻道搭線,當他們的當地導遊跟迪陪,所以他也出現在他們的許多影片裡面。 Nik 消失前跟他的朋友Austin 住在一起,兩個人都幫Nik的俗俗工作。 2018年9月12號的凌晨,兩人一起下班回家後要準備救情師,突然聽到遠處傳來女性的尖叫聲。 Nik 想要出去看看發生什麼事情,但Austin 不想。 兩個人討論一陣子後決定還是不要出去,畢竟他們住的地方不是那麼安全。 Austin 起床後發現Nik 已經不見了,他心想Nik 一定是在他進訪後跑出去調查那個尖叫聲,所以他就出門找Nik。 最後找不到人就聯絡當地警察,告知Nik的家人。 警察找到Nik的私人物品,包括錢包、一支靴子,還有他隨身刀的袋子。 最後看到他的Austin 受到許多質疑,他們不相信Austin 在尖叫聲還可以睡得著,甚至懷疑他陳述的尖叫聲可能根本就不存在。 因為那天也沒有其他人報案。 在Nik失蹤後,他的家人把Austin帶回家。 Nik的叔叔還買了一台卡車給他,跟他合作的知名頻道就開始調查好友Nik的失蹤案。 他們表示Nik失蹤後,他們曾經跟Austin提起叔叔有前科的紀錄,之後就再也沒有收到Austin的回覆了。 這讓網友認為Austin的嫌疑又更大了。 Nik的表情將他的頻道更正後就再也沒有登入更新。 看起來Nik的家人也不知道為什麼原因不願意跟大眾互動。 不管有再多的可疑點,Nik的失蹤案到現在還是一個謎。 家人也願意提供1萬元的賞金給找到Nik的人。 但目前已經過了4年,Nik的心中還是無解。 Deele近距離的明星。 社群網路讓我們跟自己的偶像明星可以更親近。 但這對一些人來說可能會帶來負面的影響,包括太過癡情的粉絲可能會有愛神恨,變成恐怖的跟蹤者。 就像是Alina Cohen。 自從2014年受到一名超級粉絲的關注之後,突然就消失在人間。 Alina是一個歌手創作者。 她幾年前就在開始上傳自己的自彈自創曲,還有covers到YouTube上面。 一個非常有才華的女歌手。 立即也吸引了1萬多人追蹤。 雖然已經開始有人注意,但還不像其他爆紅的歌手一樣。 她的頻道在2011年達到高峰時,就突然停止更新。 從原本規律的上傳影片變成幾年內只有上傳不到10部。 然後到了2014年她把所有的影片都縮起來直流了一部。 同時間她的名字也出現在其他討論版上,但都不是關於她推廣自己的創作曲。 一位鐵粉在許多貼文都提及到Alina的名字。 她聲稱自己四位音樂製作人曾經跟Alina提出合作邀約。 她還說自己是Alina的發表代言人、經紀人。 另外一個貼文說自己跟Alina正在打一場官司,要找出關於她所有的資訊。 很明顯這個人不單純只是Alina的瘋狂鐵粉,而且是真的想要找出Alina的下落。 這名跟蹤者又聲稱Alina跟其他知名歌手像是Telesurf都有陰謀論。 2012年這名男子因為違反Alina申請的禁止令被逮捕。 她在監獄裡面的時候還拒絕痴疑生開的精神科藥物。 然後到了2014年當Alina上傳自己一首新歌的時候, 這名追蹤者又回來了。 另外一個陰謀樂的文章出現後Alina就再也沒有出現過了。 這次她將所有的影片都設定為私人影片。 刪除社交網頁帳號,她消失在網路這個世界上。 而她的跟蹤者也再也就沒出現過了。 D410帳號。 這期可能是歷史上涉及到YouTube最多人數的不安安檢了。 跟一個貼在影片留言欄上的神秘電話有關聯。 2018年8月7日,在加州漢福鎮上, 許多人開始投訴當地一家電信公司AT&T。 這些人在某部影片中的留言處, 撥打了一支帳號1010留下的不明電話後, 就開始收到一堆不明電話。 雖然電信公司收到這些投訴, 但他們並沒有做後續處理。 後來一名4chan網頁上的網友想要調查那支電話的來歷。 但調查卻在第一個撥打電話的人失蹤後中止。 網友相信是因為你即將聽到這個電話錄音檔。 聽不出個所以然,但明顯的非常詭異。 還不僅如此。 第二個4chan貼文, 一名匿名網友提出這些大量不明的電話都來自同個Google地圖地標。 這也是最後一個網友找到的線索。 因為在這之後,這名網友的帳號也莫名的被刪掉了。 過了一陣子另外一個Reddit潤壇的網友想要繼續探索這個謎案, 所以他抄了那個地標,到了那個地點之後, 竟然發現以下這些東西。 大量的荒廢手機被丟在地上。 這也應該可以解釋網友接到大量不明的電話來源。 只是做這些事情的人意圖是什麼? 那個留言又想要傳達什麼訊息? 帳號C10又發生什麼事了? 到今天還是一個謎題。 9 3 7 9 1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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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7 7 5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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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8 8 9 9